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胡歌与妻子同框合照曝光 两人很有夫妻香 女方被赞有气质 1月31日 胡歌官宣妻子生女仪式刷爆了热搜 大家都没想到2023年的第一个孩子会是胡歌的 更没想到的是胡歌会自爆这件事 都说娱乐圈没有藏得住的事 没想到胡歌们生干大事 孩子都生了 恋情愣是没曝光 藏着很深 从这一点看黄西宁这个背后的女人做得很称职 在胡歌曝光喜讯的那一天 妻子黄西宁被扒了底朝天 甚至连两人的结婚登记照都曝光了 女方的信息一览无余 另外 黄西宁的个人照大量曝光 黄西宁长相清秀 虽说不及圈内女明星 但是放在普通人中还算是好看的 不少网友点评黄西宁的长相 有些像胡冰青 还有说像张丹丰的经纪人必赢的 2月4日 有网友曝光了胡歌与妻子的同框高清合照 两人很有夫妻香 女方被赞有气质 图片拍摄于片场 胡歌和黄西宁弯腰看像摄影师手中的镜头 两人的头凑在一起 神情严肃 细看镜头中的成片 其中黄西宁身穿牛仔服 双手挽着看着工作成果 很有经纪人的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胡歌和黄西宁同框的时候 还是很有夫妻香的 两人的脸型都属于窄长型的 五官立体 体型偏瘦 看上去很相似 这大概就是大家常说的夫妻香吧 另外 从黄西宁的正面照中看黄西宁 还是很有气质的 颜值也属于中等片上的类型 拍摄这张照片的人直言黄西宁还是很好看的 很有气质 和胡歌同框两人看起来很舒服 的确 仅从图片看两人氛围还是很契合的 没有什么违和感 震惊网友的其实不是女方的长相 而是两人的身份 一个是如日中天的大明星 一个是极极无名的经纪人 让人有些意外 毕竟之前胡歌的前任 是薛佳宁 江书颖这一挂的美女 就连绯闻女友也是唐嫣 刘诗诗 杨幂这样的古装女神 大家都觉得帅哥 应该配美女 没想到胡歌找了身边的助理 这和之前爆料的白富美 高知人士 老总家的女儿等出入很大 毕竟之前胡歌的妈妈连薛佳宁 江书颖这一类的女明星都看不上 不少网友猜测未来 胡歌的另一半一定是人中龙凤 没想到会是一个助理 据爆料 胡歌的现任妻子黄熙宁出生于福建 家庭条件不错 属于中产阶级 黄熙宁和妹妹小时候都是走艺术生路线的 只是黄熙宁的学历并不高 毕业于厦门某大专院校 从与胡歌的登记照中看 黄熙宁的学历是大学本科 看来黄熙宁毕业之后又继续学习 拿到了高一级的学历 随着胡歌和黄熙宁的喜讯传开 圈中还有一些明星找的也是另一半 其中大张伟 古巨鸡等人的老婆也都是经纪人 助理 看来想要和偶像结婚 先从助理做起 还是有可能的 最后 相信胡歌选择黄熙宁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祝福二位甜甜蜜蜜 一家三口生活幸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